夏秋两季的夜晚,我们经常会在草丛里听到这样的声音 这就是棕丝科,纺织娘亚科,织娘鼠的纺织娘 是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素食性棕丝 白天躲在草丛里,晚上出来鸣叫和觅食 体色多为褐色或绿色 头短而阔,复眼卵形,两眼之间额顶还有一个金色的小亮片 触角同样位于两眼内侧,细且尝过自己的身体 前胸背板发达且为褐色,背部上方有一个倒八字隆起 前翅为褐色或绿色,模拟的是树叶的形态 前足静节肌部,聚听器,后足发达且尝过自己的身体 静节上有许多小道次,这是它主要的防御手段 雄性纺织娘的腹部末端为三个小凸起 而雌性纺织娘则为一个刀状缠卵器 缠卵的时候,它就把这把大刀插到土里面去 大家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它的发生器 发生器位于前翅肌部,通常为左翅覆盖右翅 雄性中丝左前翅肌部特化为发生错 右前翅肌部特化为静膜 通过发生错和静膜相互摩擦发出声音 但凡有摩擦必定有损耗 所以很多人就想到给它低点润滑油润滑一下 其实它的发生器根据使用强度和使用频率的不同 大概能使用5000到6000万次 所以这点我们不用太过担心 之前教过大家调教中丝你捏住它的翅膀 等到它不挣扎的时候 你放到手上来就不会跑了 今天再教大家另外一个玩法 捏住它的大长腿 一会儿等它坚持不住了 它的身体就会靠到你的手指上来 然后你再动一下它 哎 但好像跳不动了 这动一下 这动一下 动 来 好了不逗它的 它应该是没有力气的 最后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反正量的后腿进节上 是有很多的小稻刺的 这些小稻刺戳到人是很疼的 所以你们捏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它提到 不然会出血的 感谢主 但是这种崇条 温格会是什么 不然而不需要 我们下掌